我是黃永昌老師 今天要和你們示範鸚鵡的畫法 在香港有一個叫做雀鳥公園 這個公園有很多鳥 你們如果是台灣的朋友 可以過來香港參觀一下這個地方 特別有趣 裡面有很多鸚鵡 還有這些叫做廣東人叫做溜鍋 黑色的 特別會講話 特別奇怪 你們有機會過來香港看看 好 那麼 現在我要示範一個是鸚鵡的畫法 鸚鵡先起一個稿 鉛筆稿 然後 先畫兩個眼睛 兩個眼睛要保留高光點 眼睛有很多精細的變化 不要一種黑色 還有一點綠綠的藍藍的顏色 然後畫嘴 用精細的畫法把它畫出來 嘴呢先畫深的顏色 然後用一點淡一點的顏色慢慢鮮化 把它鮮化開來 那這個要有一點變化 現在畫的時候 我等它半乾的時候才鮮化它 時間快慢 要掌握一下 各有不同 快鮮化多一點 慢可能鮮化少一點 那畫完了一個 這個眼睛 嘴之後 中藥的部分 畫完之後 再去畫其他地方 例如是眼睛周邊的地方 也可以慢慢去畫 它有很多精細的變化 要特別小心 那如果畫錯的話 用紙巾按一下它 把它修改一下 那這個鸚鵡的畫法 有很多不同的效果 有很多不同的效果 例如是它的羽毛 例如是樹桿的部分 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那羽毛用絲畫法去畫 然後用秘密武器去宣揽 等一下我會講什麼秘密武器 然後它的羽毛有很多種 比較長比較硬的 叫做飛行羽 或者叫尾羽 尾巴的羽 這種羽毛呢 可以用乾畫法 一個部分 一個部分去畫 然後 頭部的羽毛 叫做關 頭關的關 關羽 這些羽毛 可以用絲畫法 讓它渲染 因為它比較幼細一點 朦朧一些 慢慢去畫一些近視的變化 那這個叫做飛行羽和尾羽 就是尾巴的羽毛 就是翅膀的尾毛 這個羽毛 那麼它是比較清晰的 陰一點的 這個叫做關 頭部的羽毛 彎羽 頭部的羽毛 那頭部的羽毛呢 要色彩豐富 有黃 有橙 還有一些紅色 啊 畫完之後 當它宣化 有一點效果 然後就用這個 等一下我們加鹽 沒有乾透的時候 我們加鹽 鹽 鹽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煮 煮飯用的 煮菜用的鹽 然後拌乾的時候加 這個鹽就是我們平時煮菜用的 拌乾的時候加 現在它快要乾了 又還沒有乾啊 加一點鹽 那這些鹽化了之後 它會把這些顏色推開 就特別效果 啊 那麼這個鹽的 用什麼鹽呢 就是煮菜的鹽 粗鹽也行 肉鹽也行 粗鹽的效果是什麼呢 就是粗鹽 肉鹽的效果又細一點 再拌乾 或者是濕的時候 最好不要加的太多 拌乾的時候 加一點 然後這個頭部 也是用這樣的方法 它的羽毛會有點 一點點的鮮化效果 特別特別去 那先打個底色 中間色 然後再加一點深的顏色 那這個用鹽的方法 可以用在什麼呢 下雪 冰天雪地的雪 可以用這個鹽的方法 撒鹽的方法 還有樹林啊等等 都可以用鹽 那這個羽毛 有不同的羽毛 有不同的效果 例如是頭部 腹部 腹部 這些羽毛 非常是幼細 啊 它 一看起來是 一團團 朦朦朦朦朦的效果 啊 然後它 其他地方的效果呢 就比較 粗狂一點了 然後 我們畫完了 這個部分 然後再畫它的 其他部分的羽毛 啊 其他部分的羽毛呢 它有軟硬不同啊 有些是 這個是中間一點的羽毛啊 這個是 這個是 有一點濕化法 有一點乾化法 有些筆觸 就是一點點的效果 一個筆一筆的效果 會不會 在這包裡面 會不會 達到 的 2 4 5 6 7 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这个排列不同啊,然后把它精细的刻画 当画完这些羽毛之后,画它的爪,这个爪呢 用干画法,把它的这些爪的一些变化,半点半点,慢慢画出来 还有一个地方是树桿,这个树桿呢,我没有拍到它怎么画的方法 那树桿呢,大多数是用淡一点的颜色去画 画完之后再点一下,有一个叫做绿色,是浅的绿色,点一下浅绿 再点一下深的,深一点点的颜色,然后它有穿插的效果,变化的效果 那我们学生的时候就是画这个 画这个笼子里的鸟的图片啊,但是我把它画到自由了 又把它放到大自然了,没有笼子把它关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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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水彩画要做整体的比较 最后一个步骤整体来看 这个树杆也画好了 羽毛也画好了 还有哪些地方不够深的颜色加深一点 哪些地方好像不够完美可以加深一点 例如 那现在这些盐已经干透了 我们把盐的这些没有画的盐力把它弹出来 然后 它有些是没有化开水的 糖开出来 那么用盐画画呢非常有趣 可以用盐画画 可以用油 食油去 食品的油去画画 那么不可以用糖 为什么不可以用糖呢 因为糖化了之后 就会给重注 盐是不会的 然后 做出一些整体的修改 例如是 尾巴的羽毛 加深一点 那我们反复地加了之后 这个 这个 这张画就 已经 接近完成了 今天明暗关系已经接近完成了 那么我们要 有时要休息一下 拍个照片 看看效果好不好 如果好的话 我们 就可以完成了 如果还不够 哪些地方不够的话 不够完美的话 我们再调整 所以要休息一下 冷静下去观察 那这个练习大约是要花 五六个小时 五六个小时 所以我们现在拍的片 是浓缩时间 把终点拍出来 还有很多细节的地方 没有拍出来 所以呢 你们看片的时候 就会简化一些了 不用耽误你们太长的时间 那么这个画法呢 大致上我是讲了 就是羽毛有不同的质感 当全部画完的时候 我们把这张画 调转来看看 看看哪些地方需要修改 做出修改之后 反复的修改之后 这张作品就顺利完成了 那么现在还要继续修改 有些地方好像不是太完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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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 这个树桿的画法、树质的画法和国画的原理是一样的 我迟一点再和你们慢慢谈 那这张画加了一些效果 这个是龙子里的鹦鹉 最终我把它画到大自然 让它自由飞翔 那么 这是一个我们写生抄照片段 都是要把它改篇一下 把鸟笼里的鹦鹉化成自由的鹦鹉 让它飞翔了 这样自然的空气 自然的一些景象把它穿插进去 这样子会好看很多 谢谢大家欣赏 然后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 这个是内部的影片 内部的影片 我们会放在我们的教学片里面 欢迎你们继续欣赏 谢谢